警察招募体验日 可以近距离了解警务工作和装备 反恐特勤队和机场特警组出动 乌冬剧场 无议银行外发生血池人质事件 面对这些情景要怎样应变 如果错过了这次招募体验日 12月还会再举办 警队近日调整入职要求 对投考的人来说 调整限制令他们多了机会 我有自己尝试过体能训练 我发现自己全部都是达标的 但很可惜都是差过1cm 所以他现在放宽了对我来说 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一直以来都以为大眼镜是考不了警察的 调整了入职要求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都可以考到警察的 就算没有DSE中英文士成绩 都可以考警察 调整之后 警队取消入职新高和体重要求 和其他纪律部队看齐 可以大眼镜或隐形眼镜进行测试 另外新增警员中英文不识 以DSE中英文科第二级为基准 如果通过就符合羽民能力要求 是否新高高一点的人做警察一定能够 矮一点的人做警察一定差一点 其实是不一定的 但就是这些限制令到我们阻挡这些 其实可能有其他财良的人去加入警队 在我们的轮选程序里面 仍然有很多其他关卡 包括一些小组面试 体能测试去测试回去的体能 这些改变都是希望保持警队 在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力 增加招评效率 现在可能我们一些罪案都是很日新愿意 有些科技罪案 不同的骗案 尸黑钱等等 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 放宽了门栏 希望是有更多人可以尝试去投考 其实我们自己轮选的标准都没有变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